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經常講一些政界的女神 不如我們講一些娛樂的美女 是啊 先給個like吧 沒錯 看這個封面今天都新鮮了 正啊 請給個like 支持我們play on 五元繼續無廣告 五十元聽聽歌仔 有空就好 啦 過癮了 今天會講三條女 有一個女最不紅的 但這宗新聞最多人like 這宗新聞 佳恩是很囂張的 她說她是推賭博的app 然後跟人說 你不就報警拉我 這麼囂張啊 待會就報警拉你 最多like 另外又講一下李佳心 鹹魚翻生 鹹魚翻生 為什麼會說的 因為其實她之前 那個劇情很弱的 對 另外看到一個美女 有很多人like的 李佳恩和許晉鏗 結婚十三年就很恩愛 是 看回她那時候是巴黎 因為她是情人節 巴黎拍的照片 美美女 這麼棒 對 有時間看看有沒有再講其他東西 因為你知道我的節目都長 滿足你的意大 好像我呢 繼早前有藝人被捕之後 再有一個知名人士被捕 涉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 她就是網紅蘇喵喵 網紅蘇喵喵的樣子 她早一陣子被打劫 是嗎 連兒子都被捕了兩槌 兒子是手抱BB 真可憐 三個賊人 當時就說 入她的屋 怎樣夾她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先說今天這件事 情人節當日晚上拘捕二十六歲姓蘇本地女子 是 涉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 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 那就是LOWPIN 是呀 做那些小艇 小艇 就是外圍 被捕女子便是蘇喵喵 所以有人說 五仔 你自開那個死低B仔 她在網上搞這些事 叫人賭錢 我說 不在香港警察 找人 對吧 沒錯 你說在香港警察 有機會動她 但你不在香港警察 她都很大 對吧 這次這個 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員 根據線報 就經深入調查 情人節夜晚九點半來抓 嘩 九點半這個 這個時間是毒 嗯 你知道情人節的美女 通常跟男朋友 預備做 是呀 是呀 做FIT那些事 是 預備真的 談情談心 談戀愛 是呀 原來談戀愛 都會被人like 那就慘了 是呀 這很糟糕 二十六歲 姓蘇本地女子 這麼差有錢 原來是不是就是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小艇 真是收受到 非法賭博 嗯 該名被捕女子 保釋後查 三月上旬 再向警方報道 嘩 真是大 他自己本身有十幾萬支持者 每天都會發表和網上賭博有關的限時動態 是 是 撩人賭錢 即是那些是賣料 還是其中那些 不知道 不是呀 他是網上這些 我知道 你說的真人八家樂的朋友 是呀 線上真人八家樂 他會不會有 不知道 可能也不奇怪 叫人賭 是啊 每一天都有 記者打給他 他說 沒有參與賭博 只是玩分 不是入錢 玩分 不是 那些分要來做什麼 不知道 即是一百分就有 給你多個讚嗎 不是呀 不會的 那你的分有用 你是不是冒險樂園 換飛仔 你換飛仔 你也起碼有一件獎品 換飛仔 香港要怎麼拿牌子 娛樂場所 那些是不知道 現在還有沒有 沒有入錢都說得出 打手辦 全部玩 全部玩 那什麼好玩 要不要裝你 那些玩 但是記者問他 你提過贏錢和入錢 他反問 關你什麼事 你就報警 現在很厲害 真的 真是拘捕你 你猜 他覺得你有事 你就來 他就是打算別人 嘩 你得罪不得罪 你得罪記者 是啊 不是呀 是呀 為什麼要搞人 就是 人家質問你 是呀是 不是 他真的報警 他可以 用很多方法去解答 人家說 你提及到這些 入錢的事情 是嗎 這方面不是很清楚 你用很多方式 你不用說 你夠薑 你就來抓我 你真的 你拋人家 你帶我 你真的不知道記者和警察 有多麼熟落 是呀 徐輩立即出來的 你帶我啊 這樣 人家本身都不是想著 只是想問問的 人家很溫馨的 人家 人家東桌西網 我看到人家東桌西網 搞那些 非法 在網上 那些什麼蛋糕 那些牌照 他說完之後 徵求法律意見 你這麼困難 你真的 你真的不害怕 你不是的 其實不用的 你報紙 就照樣寫出來 人家報紙照樣寫出來 還要大大隻隻隻字 自然有人會找他們 拿資料 這件事很重 是嗎 重啊 當然重 大律師 陸偉雄表示 即使相關網上賭場 在海外設立公司 及在有當地的賭牌 但只要賭場 有接受玩家在香港下住 不論是收受賭住者 或是下住者 都有可能違反香港賭博條例 嗯 所以我說 你這個人在香港 你怎麼這麼困難 那些人不在香港 就說這些 是 他說 律師說 你在香港 對著電腦下住 整個行為 就在香港進行一個賭博活動 一定不行的了 根據賭博條例 有關賭博和獎券活動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罰款五百萬 監禁七年 對了 那麼 出廣告又怎樣呢 他說 鼓勵別人參與網上賭博 就算是教唆了 同樣 都是推廣和便利收受賭住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罰款五百萬 和監禁七年 嗯 就是告訴你 除了馬會之外 嗯 就是不要亂 當然啦 你馬會那些 他又可以做廣告 是不是 馬會都有做廣告 是 尤其是 即是 跑馬 金槍六十 接下來第十七節 舉例 沒有了 因為他輸了 舉例 他就可以 其他人 你不要亂說 當然不行 你不要想著 我說 他們又說 那些報紙 說一下 沒所謂 你說一場波也可以 你說一場馬也可以 你就不要拿來黑銷 你不要說錢 不是啊 還有一樣 什麼 官方只有馬會 其他就是非官方 非官方 非官方的全部都不行 不是 他主要 網上賭場 協助宣傳的KOL 透露 有其他人 有 這麼多人 不拘捕就拘捕你 你真的 多主 基本上這件事 有很多人 是嗎 是啊 他不只是騷擾每一個人 嗯 有曾被網上賭場 邀請協助宣傳的KOL 只有你一個騷擾 是 有人來問 你不是你囂張 你報警 好啊 看你眼耳口鼻又輪廓 想問你意見 啊 啊 你這個按鈕 這麼多嘴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是怎樣 他串記者 就是 那份報紙 就 情人節 早上7點出 是 07分 即是那個時間 7am出 晚上9點被人拘捕 真的 即是 即是你13號 人家問你 接著排版出 他叫我報警 我就報警拘捕他 一天就拘捕你 嗯 報紙那些記者 就跟你照直出 原版直出 你說什麼 我寫什麼 你猜 那些記者 你猜跟你說話 不錄音嗎 當然 錄音 馬上報警 SIR有空就拘捕你 不是 因為你有時候 你問這些東西 一會兒怕他寫錯 或者一會兒轉頭 一定是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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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傻子 太小了 此類報酬 比其他廣告報酬 高六倍 有個講賭博 還會抽頭注額的水 是的 有人說 之前有一條小子 每張桌子都抽多少錢 那些 就好像之前澳門那些 是啊 好聽那些 是啊 其實以前 西米華還在那時候 這些都多 他在網上賭博 在香港 他們跨境去做這些事情 是啊 那 嘩 你知不知道 是 有用家分享 贏錢被吸 不慧然兩天 吸引了 百百萬的頭注額 這麼誇張啊 哎呀 哇 真是厲害 錢 全部都是錢 蘇淵淵的宣傳 他說 以小博大 入兩萬元入戶口 贏了十八萬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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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外一個 又被人 開了名 是啊 有一萬follower 女孩子 近半年收到多個網上賭場邀請 叫她合作宣傳 每出一個IG story 有三千元 截圖打幾日子 他說 輕輕鬆鬆有錢賺 比拍攝其他廣告付出更加少的心機 心血 他說這些廣告報酬 更高他們外面的三至六倍 他就說 有網站用三萬元抵身請他每天在社交平台做宣傳 一天在社交平台 成功吸引到玩家進行投注 就可以獲得投注額5%的佣金 最高每個月可有十萬元的報酬 以他的觀察 網上賭場會集中找一些 穿得比較性感 多人看的女兒 作宣傳 目的就是吸引那些 爛賭 賭仔 成為玩家 這位女兒說出來 坦然曾心動 但怕犯法就不做 這些想法就是正路 起碼不會說為了錢 甚麼都不想 沒錯 這個網上賭場 玩家要登記實名制 用轉數快 支付寶 本港銀行卡轉賬 最低是100元 賭場也要求玩家綁定銀行卡 以方便存款和取款 部分接受賭資的轉數快戶口 以電話登記 記者曾經嘗試致電 但未能接通 聲稱有多國賭牌 他說有 他這些事情都不知道從哪裡來 部分網上賭站 聲稱自己多國合法執照 歐洲馬爾他博彩管理局的賭牌 英國博彩監督委員的牌照 菲律賓娛樂博彩牌照 自己是受國際行業協會認可的合法公司 但馬爾他博彩管理回覆說 其實是未授權該網站使用其標誌 其餘兩間站未有回覆 即是強行弄下來說自己是 部分網站有英文版本 又列明 英國新加坡菲律賓和香港居民 不得在網站開設帳戶 亦指網站會定期檢查異常的戶口 好 所以不清楚 不過犯法就不要搞 其實大人很多人都知道 你境外來 香港 你唯一的合法渠道只有馬會 馬會 其餘的大家就無謂博 蘇妙妙的人都挺 之前被人打劫 被人附了三個月 你說的那件事很可憐 四名男女攝網紅蘇妙妙被劫千萬財物 哇 黑白都關你事 什麼都有 之前被人打劫 嗯 曾經租過單位監視他 原來呢 之後自己衰了這件事 其實他自己本身KOL幫人宣傳 你呼敬拉我一句 一語成慘 他關什麼事啊 他 就是這樣說 是 上山多 自己 打算賺賣這塊錢 懂得順 明白嗎 可能真的賺得多 傻 然後他自己覺得沒事 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跟他說 請問沒事的 是合法的 你又沒有份 就是你幫我開一些報告 借你的 教唆都不行 他沒有想要認識 又不會禁什麼 是 如果記者來就直接不說 或者可能 怎樣輕輕帶過算數 沒錯 真是難聽說 他扮什麼來的 嗯 所以很多網紅走那些 好 那些 法律娜那些做的事情 很多危機 不同的大台女星 他們賺錢就是靠做戲 你很少見 那些女孩子 唱歌跳舞 音音 那他們的大台女星 去到出來都是唱歌跳舞 音 那這次說到 網民又選了 TVB最喜愛花彈 是啊 是啊 嘩 嘩 李佳琛拿了冠軍 因為其實他本身的套劇 是收視第二低的 網民選 是啊 做什麼事 不知道 可能最近的新聞 有什麼新聞 什麼新聞 不知道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有緋聞新聞 有些什麼 然後那些人又 拿來選他出來 有人選的嗎 不知道 我的網民 我覺得都是TVBMarketing 不知道哪些網民 嗯 第一位 李佳琛 實至名歸 是嗎 咦 是啊 李佳琛 和 這個過癮 重草大王那件事 我不是說 你這陣子少看TVB嗎 我天天看電視 9點半 我一定要看鐵券英雄 告訴你 我太過癮了 我覺得這套 那麼 8點半的時候 那一套 其實我覺得是一般 來來去去 那些全部都猜到 猜到 猜到對白才大 那一套 他問什麼 那天說楊兒 去探監 就是說 她男人和她前女朋友 還在一起 還生著女兒 然後張志琳跟她說 那樣 然後我對著鏡頭說 她在忍耐的時候 我說 你不要再在我面前看誰 他下一個就再說那些 是啊 很… 很過癮 那套 那套不是那麼好看 那套真的很有趣 怎樣 我一直看 我們之前說完 我已經知道整個人有什麼人做的 我女朋友沒有看 我問這套東西 我說很混亂 很混亂就在於 楊兒的真實老公 又跟另一個女人說 這套戲很混亂 這套戲很混亂 我也看了一會 我看看是否有娛樂記者報那些東西 我不是想帶出那些劇情 因為有看TVB 所以我有看到那些廣告 他現在有一個新的松草廣告 真的嗎 你不懂嗎 我真的不懂你 很快 是嗎 立即有一個新的松草廣告 有一個代言人 他真的是松草 東松草 肯定就不是那個 有另外 馬上很厲害 馬上填了位置 這件事是厲害的 所以為何第一位是李佳琛 所以我就說 這期有些新聞 脫掉那頭找得回 當然有辦法了 是 由第五位開始說 第五位是YoYo YoYo現在第五位 這個只是說時勢 如果他那時搞黑面的 頭兩個月肯定是他第一位 他早一陣子都應該可以上三四位 可以 可以 淡了 花無八日紅 現在整個 整個娛樂新聞都靜茵茵的 那天上年大風收 中藝劇集兩邊走 人氣都升得快 對不對 OK啦 現在跟他老公沒有分辨 對 第四位是林夏美 這麼厲害嗎 曾經 我早前的話題比較多 但也不會很高 我覺得反而他沒有理由 應該是YoYo會比他高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是 事後來的 給面子吧 不是的 我覺得你很多東西 沒有 是不是 當然不是 是吧 嗯 好啊 那我再說吧 嗯 喏 第三位是唐詩詠 唐詩詠 我現在看著《鐵拳英雄》 我真討厭你 哎喲啊 為甚麼 他鑑生打死了表妹 OMG 看得生氣 看得生氣啊 不生氣啊 表妹這次不是 又不是被人按了在天台搞 那個表哥 是不是 表哥 表妹是說那個 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 很高大的 那個叫做甚麼 我忘記了 之前扮演張曼玉的那個 這套 連經的表妹 哎 真是 他那個 是嗎 是啊 他樣子 有點像張敬軒 有點像六豪子 嘩 你這麼多 合作一齊 不是 他的身材很正 有高大 你鑑生打死他 唐詩詠 我看他這套《鐵拳英雄》 人們說他經常是游運 撞放愛 不是 唐詩詠 真的很正 他那天拍戲 跟陳詹鑑 不知道說甚麼 拍拍拍哭 然後看著他哭 我說 這女生 你不哭不行 你一哭 那電影就到了 你不哭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是 他那時是 我說 唐詩詠這套戲不是做哭包 他做那些 巴勒貪錢的女兒 有些新嘗試 看看好像不知道怎樣 沒甚麼 那些戲不到 然後有一集說他抱著陳詹鑑哭 他一哭 哇 心都很煩 他是一哭 那些東西才到 是嗎 他很喜歡看他哭 我那天 是不是昨晚 是哭包詠 他看著 他在說甚麼 哪位過 突然忘記了 倒了一盆雞翼 雞嗎 倒了一盆雞翼 對呀 很普通 他的戲 就像你所說 他現在 他的樣子不開心 是 哭養 他就要 那些賺者就到了 是呀 他要哭出來 哭著說對白 唐詩詠這個 他竟然去到第三位 如果你問我 黃君興的No.1 如果是 我試試就等他 但我看黃君興的時候 他真的很瘦 他的臉瘦到 這兩個位置都凹了 是 他很帥 我覺得他 可能要 膨脹一點 我覺得他很帥 他很帥 他穿黑寡褲 沒錯 給他面子 說實話是黑寡褲 說實話是黑寡褲 給他面子 好 第二位是誰 說到 姚子嶺 蛤 姚子嶺 第二位 人家說他鹹於翻生 為甚麼 他不是一直都這麼少位嗎 我被發現是TVB最大年紀的花彈 他女生挺喜歡他 在那時候 姚子嶺很漂亮 OK的 各有各特色的 那些女生 起碼不是每個人 TVB最大年紀的 他不是的 TVB的劇集 TVB的四個女生 都多女生看 TVB的劇集 你可以當他高位 肥瘦 燕瘦 還肥 也好 起碼各有特色 各有千秋 有些事情要看 這四個花彈 民選 第一位竟然是李佳琛 OK的 這個不難猜 黃君興有沒有被選 黃君興 很多人喜歡黃君興 我最喜歡 我看到很多網民都說 我只看他 他打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偏瘦 骨感 臉很骨感 純粹覺得他有型 反而我自己覺得 潘瘦大舊比較好看 大舊一點 大舊一點也不靈活 嘩 他現在那些 玩過一次就成功了 他做功夫動作女生 好 在情人節當日 看到李佳欣 李佳欣 跟許晉亨 結婚十三年 還浪費命 浪費 巴黎鐵塔 反轉再反轉 嘩 這麼厲害 巴黎鐵塔 首次約會 就在巴黎 真的 有錢人的愛 真的不一樣 是 現在還很恩愛 情人節放閃 今天元宵節 日曆十五日 跟許晉亨 多年前在巴黎鐵塔 拍攝約會照 兩個人當時都年輕 簡單的白襯衫 氣質出塵 又讚他 不得了 祝大家元宵節 人團圓 黎智 他朋友 都給個like 她有曬花 女人都要在日子上曬花 這麼多個like 百多個lik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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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純粹個人 我認為 但是下面我們說 我都猜到一些留言是什麼 當然猜到 真的是兩隻字的 對 法哥的那些 我知法哥不會介意的女人 不要說了 我經常說 李嘉欣這個人用一個完美的形象示人 但是網友人最喜歡用一些 反其道而行 他們最喜歡弄到自己 對 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不是 我經常都說 說在女星的新聞下的留言通常是同一口徑 沒錯 沒錯 全部都是同一思想 兩個字 對 兩個字 不知道他們出街是不是這樣跟別人說話 立即看到那些阿嬤就不是說阿嬤 對 別人又沒有得罪你 對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 唉 何必呢 不是啊 你看那些新聞還不是什麼 這樣 這樣就這樣了 嗯 這樣 你覺得是這樣 你的世界這麼簡單 也挺好的 我覺得 對 世界的事情沒有什麼煩惱 不行 但是你的口說出來沒有好東西 你的人生也不會好過 不是啊 他 他本身都是這麼負 那就很慘 所以我不是說可憐人嗎 算了 是啊 是可憐的 真是可憐人 可憐人來的 你想想人家曬閃十幾年 算是這樣的 但是 就像劇情一樣 猜得到 一些留言說什麼 哈哈 我們這些也不想說 是的 他的留言不代表我的立場 當然有 是啊 怎樣也好 大家開心一點 難得有些娛樂花生也好 新聞大家看看 你覺得人家很曬 在那裡曬狗糧放閃 那你就不說話也行 不說話也行嗎 是的 讚一下也行嗎 也可以 我不會覺得你的錢包也很漂亮 但很多人都覺得不是 最漂亮是自己 有網友看到很多人是仇富的 瘋的 正常是瘋的 現在那些人仇富 美女也仇靚 那些 就是又說 哎 撐這個廢 老人家也不看過 那些 哈哈 我覺得很溫柔的 他不是這樣寫的 他原詩給了 類似的意思 但是已經是惡劣了很多 那句話真是離譜 也有些好的 例如選不到 有一句 年輕人的樣子真是好漂亮 現在都不差 有正常人 好像許準鏗我真是恭喜你 這些有的 有些人說看留言就好笑 是 這些東西是明白的 大家都是想 那句就套出來 像兔粥的套法 有人問你 為何選擇一個爛口的女人 我心想 不懂得說髒口的 都是語言障礙的 現在你找個女生 不說髒口的 是的 你真的 你聽完那些 發佈會不說髒口 是的 你傻的 那些什麼 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不要天真嬌 好了 那下集再跟大家講一下 其他時政 好了 拜拜